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S标志后面就是我们常见的命令菜单啊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常用的图像处理命令 我们可以一次点击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当然 我们会在特种的进行过程中 向大家做更为详细的介绍 对于屏幕左边呢 是FortShop提供的工具面板 在这个面板中可以选择合适的工具来处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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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妆到我们使用纤维这一工具时 会有 autism, Furul 2019 等准备很适合开的选择 通过核类的选择纤维的参数 我们可以更加方便进行学习或负 filing 屏幕最右边的就是面板板板板板板的内容 不是一扇不变的 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上来 ecstasy过来预ophy的操作 更改翻阅顺势 在了解了菜单、工具面板、学校、图面板们以后 第五个压张的区域就可以登场了 他也说我们整个界面中有最大面积的区域 工作区 我们的作品就伴生在这个区域之中 这里我们大家打开的是西比特国际大学的图标 在工作区的下面是工具新西兰 在这里我可以勾改图片显示的版本里 在这里工版图片显示的版本里以后 图片的显示大小会发生改变 我们可以通过通文章条来观察到这边的图片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改变的就是图片的显示大小 而不是图片的实际大小 相当于我们把这一个方案进化仔细的观察和图片 用鼠标所加按住版本里后面的这一台文字 我就可以很方便的看到有关这张图片的参数信息 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宽度103像素高度206像素 在外面的显示键键加上手标火轮 用篇就可以按到数值的方向进行移动 这种操作方法就是一个常说的快捷键 如果使用快捷键我们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有了这种特殊的安建组合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快捷键的完成图片的处理工具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加N来新建一个文化 同时按下键排放Ctrl键和N键 就会产出一个对话框 通过对这个对话框框的参数进行设定 我们就可以完成新建文化的上去 首先新建的文化需要沿入一个文化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下面的预设中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预设中的第一项就是文化大响 打开下单前文以后 可以看到封上人机就算人性化了 我们提供一些标本参数 我们可以很轻松地选择我们想要的指张大响 这样文档的高度和宽度会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 我们可以适当地记一些指张的大响 方便以后的工作和学习 在选择了文档的大响以后 顺略现在就是在放出面围 面围的单位是香素和硬素 为大家介绍一些有关香素的知识 所谓香素其实就是一个单位 我们正式讲的0米毫米是计量产度用的 而香素是计算数码影像用的单位 一个香素就是一个最小的通行单元 看在屏幕上显示的点就是当个的蓝色点 用我们古代的一个发明 活字一转秀来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影板看作一幅图片 把这个整体使用一个和活字组成的 这个活字就相当于我们图片中的消息点了 常见的图片大多使用一个和香素点组成的 到我们大图片放大就可以很清楚了 看到图片边缘员呈现的距尺状 仔细观察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由香素点构成的香素图的颗粒感 当然了除了这种香素图 我们还有一种用线构成的图 叫做矢量图 现在矢量图进行这种方便的操作时 面缘不会出现矩齿状 用完更多的矢量图的信息 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查找 设置完封面图过后 我们就会选择图片的颜色模式 在这种颜色模式中 以RGB和CFYK的网线为畅用 我们刚刚在查看书片放图标的图片信息去看了 我书片放的这张图标的图片 采用了就是RGB的这种颜色格式了 后面的背景颜色选项 就是为星级文档预设一个背景颜色 比如我选择白色 结极确定 我将建立出一个白色的背景颜色的方法 同意 如果我选择透明色 基本上把我的背景颜色为透明 除了白色和透明色 芝麻开入一个背景颜色的上称 背景色 先大家看东西来的下方 当前的状态 前景色为白色 背景色为黑色 我在颜色身中选择背景色 但的确定以后就可以看到 我新建出来的文档 背景颜色为黑色 与当前的背景颜色 和黑色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背景色即为当前的背景颜色 说到这里 新建文档 就为大家介绍完了 这次课程中 我们学习了FORTSROM CS6的基本经验 以及如何在FORTSROM CS6中 新建一个文档 在下一次课程中 大家将会学习到 如果在FORTSROM CS6中 打开一张图片 修改图片的实际大小号 有进行广告 希望大家对本期课程的内容 加入联系 在FORTSROM CS6中 建立一个颜色的背景颜色的文档 这就是本期课程的全部内容 而是如果课程中 真级任何游客 在FORTSROM CS6中 可能一下 那些课程中 在FORTSROM CS7中 在FORTSROM CS6中 现在是用安全带 也和FORTSROM CS6中